我前男友就是因为唱歌好听我才和她在一起的 我也相信通过声音可以找到自己的理想性 我觉得一号男生这个歌品还是不错的 之前我还在谈恋爱的时候 也希望自己的另一半可以唱这首歌跟我求婚 打六分吧 二号应该是一个那种皮帅皮帅 扎着脏鞭的那种坏男孩 还蛮心动的 八分 三号呢我们想到唱抖音声曲还能唱这么好听 然后声音也蛮低沉 没有磁性的 应该是一个高高壮壮的 可能会经常运动健身的人吧 这种款我还是蛮喜欢的 给九分 四号选这首歌一下子把我带入到他的情绪里 想象中的他应该是一个皮肤白细 然后高大挺拔 会戴一个眼镜的学长风男生吧 这个我给七分 我能穿 我连一个女娃都掉不哈 我只能在夜里偷偷地扫情一哈 谢谢 说实话我是第一次听 由于我听不懂有一点减分了吧 给六分 刚刚最让我心动的声音应该是唱哎呀哎呀的男生 他的声音很令我心动也很有死性 我觉得这就是我的心动男生 走好 我是一个比你别犹豫的小丑 爱我的话 给我回答 我的爱的爱也没时差 我以为这么有磁性的声音一定会是他呢 没想到听音时还是有蛮大难度的 歌声对颜值影响真的蛮大的 我自己也不会听音乐 我自己拥抢的人 我自己拥抢的人 成员抢的人